我的房子租给了小两口,有一天,女租户找上门,她想要以肉代租,并且当晚就让我如愿以偿,我以为这只是单纯的交易,直到后来,她男朋友知道了,杨哥,那个,有个事想和您商量一下。 我看着微信上女租客小青发来的消息,随手回复了一下,我是一个房东,小青是我的租客,不过她不是一个人租房,她还和着她男朋友,小两口一起租的,小青发微信说想要和我商谈一些事情,我有点好奇地询问,结果她却想见面谈,我以为是房子有什么问题了。 我便提出去租房见她,结果她却直接拒绝,说男朋友再不方便,我又约她去一家咖啡厅,她又觉得不好,要不,去你家吧,你把你家地址发一下给我。 看到她这条回复,我有点警惕,又有点好奇,心里不禁又多了几次遐想,去租房她觉得男朋友再不方便,那她想商量什么事情,要瞒着男朋友。 我直接联想到了网上许多类似新闻,比如女租客现身之类的香艳剧情,想到小青的模样,我心神又是一档,小青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,长得很高,头发黑长纸。 肤白貌美,身材也很好,虽然我只和她见过一面,但是她留给我的印象很深,抱着遐想和好奇她究竟想谈什么,我发给她我的地址,我的地址和租房并不远,因为我时不时地处理一些租房问题,比如电路,水管燃气,甚至是电气问题,小青在微信里又回复了一句,好的。 我甚至能想象她在说这两个字时,带着点俏皮和活泼,很快,小青便来到了我住所,打开门看到她时,她穿着一身JK装,比见她时更为动人,不好意思,这么晚打搅了,她表情有点羞难。 我赶紧迎她进来,给她断了杯水,尽管在她来时,我的心情有着阴暗的联想,但是表面我可不敢流露半分,反而是很正经地直接询问她到底想要谈什么, 结果却看到她表情有些扭捏起来,配合着先前修难,让我越看她,越觉得她有点不太对劲,那个,小青吱吱吱吱起来,我微笑地看着她,有事直接说吧。 她像是鼓起勇气一样,直勾勾看着我,那个,房租,我有一个提议,不知道你同不同意。 随后她说出了一个让我十分惊愕的提议。 我可以,可以肉肠,要回一些房租可以吗? 我虽然心里阴暗地联想过这种事情,但是我还是没想到这种网上的段子式的新闻会发生在我身上, 我心里顿时充斥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,那是兴奋和刺激,不行吗? 小青小声说话,当然没问题,不过你男朋友知道吗? 我顿时回过神来,一口答应了下来,她笑了笑,却丝毫不在意,这种事怎么可能告诉她? 我觉得也是,我感觉内心兴奋的不行,但还是克制了一下问她,那你想要拿回多少? 小青表情有点试探,她看着我问道,三千可以吗? 她们两口子的房租是四千,配其家电,每个月水电估计也就是四千多两三百,也就是说,当她男朋友交四千多过来,她可以拿回三千,嗯,总觉得很刺激呀,我在心里迅速算了一下账后,便一口答应下来,没问题,三千可以。 花三千,可以一个月包养一个女大学生。 怎么看都是划算的,甚至她报个超过四千的价格,我都觉得非常值,小青脸上浮现出笑容,杨哥太感谢您了。 哪里,不用客气,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,就是这么一本正经的和她聊价格,而这价格是她的肉价, 让我有种本来拿不上台面的事情结果,放到了台面来讲的错愕感,但不得不说,这种感觉我并不抗拒,那从这个月开始吗?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询问她,结果小青点点头,就站了起来,十点钟我男朋友要回来,她说完这句话后,就看着我。 我恍然大悟,难怪她要来我这儿,只是,这种皮肉交易,这么光明正大,真的好吗? 她眼神里甚至带着无邪和纯洁,这哪里像是要交易的样子。 我站起来,还在想如何破冰,结果她就直接依偎过来,双手挂在我的脖子上,嘴唇就凑了上来。 她如此热情,我也抛开了那点羞耻,热烈地开始回应她。 我伸手抚摸,却是一下子兴奋起来,很快将那点陌生感给抛除,欣喜地对她道,你居然失成这样,讨厌,她阻止了我的言语调戏,一番畅快淋漓的斗地主过后。 我果断地点出了三千块给她,她也毫不客气地收紧包里,然后对我俏皮地眨了眨眼睛,露出高兴的笑容,谢了阳哥。 说实话,她给我的体验,和邻家女朋友一样,这种和外面去随便找的女人不一样,这种感觉太美妙,哪怕是一次三千我都觉得是值得的,后面简单又交流了一下, 说微信联系,她便先走一步,在她走后,我抽了根烟,却有点后悔了,后悔一下子点出了三千给她,一下子全给她了,万一她转头不认账了怎么办,钱倒是小事。 主要是我觉得,如果她不认账了,少了这么个有味道的女人太可惜,毕竟知根知底,干净又未生,简直就是可遇不可求。 所以等到了第二天,我迫不及待的微信开始约她过来,想试试她会不会履约,她倒是一口答应了下来,等她再次来到我屋子时,我彻底松了口气,直接就抱住了她,讨厌。 我刚从外面回来,汗多,她挣扎了一下。 哪有,明明很像。 你和我男朋友,真像,像没借奶的小孩一样,她说着说到一半就好像知道说错话一样不说了,可我听到这句话,却更加兴奋了。 我很想脱口问问她和她男朋友床上的事情,却又觉得有些唐突,毕竟还不是很熟,所以我索性闭上嘴,卖力起来。 她被我逗得咯咯咯直笑,没一会儿一五零乱,她主动热情起来,直到这次过后,我和她算是彻底打破了陌生的界限,我和她的这段交易也算是初步立起来,肉体发生过关系后。 我和她的关系也迅速得到提升,反映在微信上就是,她也不再称呼我为杨哥,反而是自理行间跟称呼她男朋友差不多,都是叫我宝宝这种逆呼称呼。 在她男朋友不在时,我经常约她,有时候她过来,有时候胆子大起来,甚至就在她和她男朋友的爱潮里发生关系,每次在一起,我都感觉我才是她的正牌男朋友一样。 而且随着关系越来越深,我们也开始追寻刺激,所谓刺激,就是不满足只在房间,她也很开放,我想要什么姿势,想满足什么,她都全盘接受。 有一次,我领着她,开始在楼道耳边撕磨,她两口子这一层出租的房间只有他们,另外两间都没有出租给别人,所以她半推半就也就同意了,隔着一堵墙,另一边就是电梯和她和她男朋友的爱潮。 而就在我和她在露出环境下渐入佳境时,电梯忽然传来的声音,我和她都大惊失色,停止了动作。 她更是捂住了自己的嘴,我和她静静倾听了下,是她男朋友小李回来了。 小李哼着轻快的调子走出电梯,听着她的动静,正在掏钥匙开门,我觉得毛孔都散开了。 刺激得我连呼吸都有点困难,我恶作剧般的想要发出点动静,却被小青死死按住,她瞪大着眼对我怒视,随着小李走进房门,关好房门的声音发出, 我和小青这才大松口气,小青像是全身脱力般搂着我,然后大口地喘气,要死啊你。 她娇嗔地瞪着我,用嘴型说道,我和小李谁厉害? 我却恶作剧痴心涌动,笑嘻嘻问她,你说,如果如果小李发现我们,我们让她加入进来,她会不会来? 要不要我和小李两个人伺候你?小青推了推我。 没有硬查,随后便开始整理遗物,她小声,我要回去了,我告诉过她,我今天没出去,她要是一直看不到我,到时候很难解释。 我也没有阻止,说实话,刚刚也确实吓到我,若不是我们追寻刺激,没有在房子里,不然就真的被堵了个正着,话又说回来。 这种NTR中的黄毛体验,小青被迫捂着嘴,不敢出声的感觉,还是让我倍感刺激。 不过,这次虽然侥幸没被发现,但是如此密集的偷欢,也是有着许多风险,在一次微信里,她就告诉我,要删掉和我的聊天记录,以后不能再用宝贝之类的称呼了。 因为她男朋友,忽然要查她微信,我深感理解,于是我和她又发明了一套偷欢用的暗号代码,甚至我专门注册了一个微信小号,性别改成了女,头像也换成了女的,用来伪装成她闺蜜,这种别样的线上联络线下偷情,也是让我更加觉得刺激。 不过这样一来,总归是不能在微信里疯狂调情,这股劲只能留在见面式缠绵,而且也因为这个原因。 我也不太敢再直接去他们的爱潮了,就这样,她背着男朋友和我以肉带租拿回了大部分钱,直到有一次,她忽然发微信给我,说要结束这段交易了。 说实话,刚看到这个消息时,我是有些不舍的,但是看到她给出的理由,我却也能理解她要结婚了,这段关系就这样结束,有点可惜,但是我也知道,三千块一个月,能玩这么久,已经超值了。 我和她的关系,毕竟还只是交易关系,人家要结婚,那是人生大事,我在微信里,对她表示了祝福,并且发了个大红包给她。 用以表达感谢她这段时间来的相处,之后,我便和她没有再来往了,又过了两个月左右,男租户,也就是她的男朋友小李过来退房了,我再次去到了他们爱潮,没有看到小青,不过在进去房子时,我还是大吃了一惊,整个房子竟然被打扫得干干净净,甚至可以说是一尘不染。 浓郁的清洁剂和空气清新剂气味,也说明着,小李在退房时,非常认真的搞了一次大扫除,以往租客退房,即便是搞了卫生,也难言许多遗漏,虽然我不是一个习惯挑毛病,然后扣押金的人。 但是见到小青男朋友如此用心,我还是十分感激,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如此用心退房的租客,小李,这也太干净了。 我笑着对小青男朋友说道,小青男朋友憨厚地摸了摸脑袋,这不是要走了吗?总得搞好卫生。 很好,做得很好,我很干脆地当场退了他的押金,说实话,见到他这样憨厚老实,我的内心是复杂的,我搞了你女朋友,结果你什么都不知道,还和他结婚了,这时候还这么老实地打扫卫生,让我多少带着点又兴奋又感动又愧疚的感觉。 结完押金后,我很真诚地送上他和小青的祝福,只是他在听我说这句话时,脸色却有点僵,他的脸色怪怪的,我有点奇怪,结婚应该是大喜事吧? 他为什么这个反应,您从哪听说我和小青要结婚的? 不是吗? 之前我撞见小青,小青说的,我平静的脸色都没变,反而带着点奇怪问询看着他,对于这种事情。 我太擅长遮掩了,毕竟,我总不能说是小青在微信里专门和我说的,是,是要结婚,只是没想到你也知道了。 小李笑着说的,但这种笑容,总让我觉得怪怪的,没有再多说什么,又寒暄了几句之后,事情了结,我目送着他离开,之后,我又检查了一遍房子,房子实在干净的不像话。 如果按照惯例,我一般都是收房后,再请阿姨过来打扫一遍,然后整备整备,才重新出租,但是这里我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,便直接将这个房子在网上挂上了出租,本以为这个是会随着时间成为回忆。 却没想到,还没有过两天,我便收到了许久不联系的小青微信,他说以后估计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,想最后见我一面,我顿时欣喜若狂,没想到还有个打分手炮的机会,我当然不能错过,不过让我有点疑惑的是,小青约的地方,却不是酒店旅馆之类的地方,而是北郊外的一个叫什么轮胎工厂的地点。 为什么邀约这么远的地方,但是想想,我也不管那么多,小青和我玩这么一段时间,已经相当开放,估计是想玩野外,相约的时间是第二天下午,再第二天中午。 我就赶紧洗了个澡,喷上香水开着车,就前往了相约的地点。 因为是周末,路上车非常多,现在都流行郊外游,像天白山,湿地公园都是一个方向,塞车塞得不行,足足两个多小时,我才慢吞吞跟着导航脱离塞车的车队,然后就是跟着导航走,从大道开到了小路,又从小路开到了土路,好不容易。 又从土路开回到了一条车辆非常少的小路,整条两车道的小路,几乎就只有我一辆车,开半天都遇不到行人和车辆,顺着导航,我终于是来到了相约的地方,但是我看着这个导航这个地点。 又看看车外,顿时觉得,这地方荒无人烟,这轮胎厂怎么看,都是废弃很久的,压根没有人,小青也不在这儿,小青怎么会忽然约我到这种地方,这种地方,死了怕都没人知道吧? 这些念头我一闪而过,旋即便赶紧掏出手机,询问小青在哪儿,我已经有点等不及和小青见面了,结果小青又是发了一个地址,还让我走上去,我看着地址半天,才注意到轮胎厂,旁边有条小路,只能走上去,车是开不上去,我纳闷半天,这小青怎么神神叨叨,但是我又不甘心,见不到小青就回去。 便直接将车子停到一边,拿着手机下了车,这时候,天色都快暗下来了,快五点了,我顺着小路走,发现这是一条上坡的路,这不会是约到山上吧?不管了,就是约到山顶,我也要去,就当是锻炼身体,我咬牙按着导航往上爬,没一会儿,就看到了几栋木屋,有两栋已经倒塌。 只剩下中间一栋二层木屋,看着也破败得不行,我正纳闷,怎么还看不到小青身影,就在这时候,微信又响了起来,我看到你了,你快进来吧,在屋里。 小青的信息,让我因为爬山有点萎靡的精神重新移震,想也不想,就赶紧朝着木屋走去,等打开木屋,发现里边一片漆黑,扑面而来,也都是腐朽的气味。 小青,你在哪儿呢?小青,我一边小心翼翼走进去,一边呼喊,只是还没等我眼睛适应漆黑一片的木屋,我就感觉到身后有人,耳边像是一阵静风。 旋即,我就脑袋一码,我顿时感觉到不好了。 有人偷袭我? 是小青,小青怎么会偷袭我?这是我在闭眼前最后的念头,等到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,我后脑的位置痛得不行,随后我更是发现,我已经被绑了起来。 卧槽,我被绑起来了,我赶紧看向四周,周围十分阴暗,只有一盏油灯在前面的桌子上,这是哪里?我废了半天劲,才想起来,我走进了木屋,这应该是木屋里边,这时候我发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影,我赶紧叫道,小青。 结果人影走了过来,等到看清面目时,我却惊恶异常,小李,怎么会是你?我惊骇异常,小李怎么会在这里?而且小李这看上去很不对劲,他面色憔悴,衣服脏兮兮的,看着哪里还像几天前的光鲜亮丽,杨先生,我也很想问,怎么会是你? 小李缓不来到我面前,我却看到他眼神充满了凶恶,不是,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先放我下来好不好?我有点耸小李现在这个样子,看这样子,似乎他好像知道我和小青的事情,这猜测,让我有点恐慌,小李要是上了头。 指不定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,误会?没有什么是误会,我也不知道这个肩夫会是你,杨先生,我每个月都交房租,而且很按时吧? 小李冷着脸拿出手机,我一眼认出那是小青的手机,看到小李打开微信,扬在我面前时,我才意识到,这很可能不是小青约的我,是你约我来的。 我不知道是你,我只知道这是个肩夫,是你,你也得死,以为做个女头像聊天跟谜语一样,我就真的不知道吗? 小李的脸色不断地发沉,带着几次癫狂。 我的心也不断地下沉,不是,这其实是个误会,我有点无力地解释,现在这种局面,好似怎么解释都太过乏力,误会。 那件女人都承认了,还有什么误会? 我只是做梦,都没想到,那个人是你而已。 小李猙獰着脸,小青承认了,听到这里,我的心更是骂了,不是,我和他没有什么感情,是他找上我的,你让他出来,我可以和他对质,小李猙獰的脸忽然平静下来,他出不来了。 我愣了一下,什么? 小李却看着我,你前两天不是对我退房赞不绝口吗? 说我搞得卫生很干净。 我顿时意识到了什么,脸色直接惊恐起来,他这话什么意思,卫生很干净,再联想到他说的小青出不来了,小,小青他怎么了? 他死了。 小李很平静地就这么说了出来,我惊得说不出来话,就在房间里,我们已经准备结婚, 结果我发现他偷买了很多项链和化妆品,我质问他,他直接承认他出轨了,还说这婚爱结不结,他也没做好决定,真的要嫁给我,我气死了,一时失手,就杀了他。 小李用平静地口吻说着,就好像他话里不像是在说他自己一样,我用菜刀剁了他,房间里全是血,我没办法,只好偷偷运他出去, 然后赶紧把房子清洁干净,为了掩盖住血腥味,我用了十瓶空气清新剂。 说着,他竟然还看着我问,你也是男人,应该能理解我吧? 我惊骇得一时无话,被戴绿帽这种事情,我怎么能说不理解,但问题就在于,是我给他戴的。 我,我理解你,房子的事情没问题,我不会说出去。 我强行压制住恐慌的情绪,想要努力地安抚住他。 这个事情,你其实过激了,他真的不值得你这样做。 我能感觉到我的声音都在颤抖,这个事情其实和我无关,是他来找我的,你们租房子后没几天,他就来找到我了。 他说,以肉底租,一个月你给四千多块钱,他以肉底租拿回去三千, 这都是交易,我不知道他这么败金,小李平静的表情,一下子又逐渐争鸣起来。 他恶狠狠盯着我,我吓得不行,小李,可你到底还是和他上床了? 还加了微信,还故意用女号来伪装,你说得对,他对不起我,你也对不起我,我现在就想要你死。 说着,他手上寒光一闪,我只来得及反应那是刀,下一秒,我的手臂就一麻,转瞬之间,我手臂就被他这一刀砍出血来,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,我根本无暇顾及手臂上的疼痛,我只想着我不能死。 我得安抚我,我要安抚他,不能让他杀了我。 我赶紧叫道,你要冷静一下,你杀了小青,你已经是杀人犯了,你就是杀了我,然后呢?你打算怎么办? 我这句话似乎有了点作用,延缓了他披下来的第二刀,他怨恨地盯着我,还能怎么办? 找个地方自杀,值得吗? 为了我和小青这对狗男女,搭上你一条命,你觉得值得吗? 我大叫着,我手臂的麻木褪却,转瞬而来的是一股撕裂的痛,我甚至能感受到上边血液在躺出,可我根本不敢有丝毫的他想,连恐慌都得渐渐感觉不到了。 我努力地想要说服小李,你想象你家里人,你父母,你这样做,他们怎么办? 我开始打家庭牌,他们辛辛苦苦养大你,供你上学,还供你上了大学,结果你呢? 有了个女朋友,还没结婚,你就因为女朋友出轨杀人,那他们怎么办? 你觉得,父母还没有你女朋友,对你重要吗? 话似乎起了点作用,小李眼神流露出了痛苦,但是他看向我的怨恨却没有少多少,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? 小李怨恨地瞪着我,你为什么要碰他?你为什么要给我戴绿帽子? 就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好欺负吗?他看着就要继续砍我。 我更着急了,赶紧用比他更大声的声音教导,我也不知道你会交这种女朋友啊,是他主动贴过来,你不要说了。 小李怒吼一声,我顿时晋升,也顿时明白,攻击小青绝对不是说服他的点,我便赶紧继续打家庭牌,声音也柔和了许多,你是农村出来的。 我也是,我也是,我家里在敏月那边的一条村子,我也是吃过苦的,我爸妈和你爸妈一样,也是辛苦了一辈子,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来过大城市,你留在这里,你爸妈有过来看过吗? 家庭牌似乎起到作用。 小李的癫狂,果然轻了几分,他摇了摇头,眼睛红得不行,看着应该也是想起了家人,这说明有效,我赶紧继续。 想想他们,你才大学毕业,你最后一次见他们时,是什么时候? 今年? 还是去年?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,还有可能再见他们吗? 小李沉默了一下,你不用说了,小庆已经被我杀了,你今天逃不了的,你也必须死,之后,我大不了见一次父母再去自首。 我看到小李竟然如此执迷不悟,也是气得不行,我已经感觉到脑袋有点昏沉了。 这应该是手臂大出血的原因,我没有办法,咬着牙,只能顺着小李的话说,行,我可以死。 但是,你这样,还是对不起你父母,这样吧,我有点钱,几张银行卡少说几十万,我可以告诉你密码,让你把钱全都提出来,你可以在自首前交给你父母,起码让你爸妈后半辈子一事无忧。 小李有些愕然地看着我,我知道他肯定不理解我怎么忽然提出这种要求,我趁着他有点疑惑时,继续对他说道,左边口袋,银行卡都在钱包里,我口袋里的东西,他似乎都没有动。 我这时候说起来,小李却没有犹豫,直接过来掏我左边的口袋,说实话,这时候我和他很近,我很想学着影视剧的方法,直接投锤他,然后借机逃跑,但是可惜,我被绑得严严实实,投锤他之后,我也根本没有机会,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他,加速我的死亡, 等到小李掏出我的钱包。 翻出了我的银行卡时,我赶紧说道,就是这几张,里边的钱全拿出来,足够你父母一段时间里一事无忧,这算是我做错事的代价。 我看到小李看我的眼神变了,没有那么多怨恨了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这条路大家都没得选。 谢谢,小李有点哽咽,不过我有个条件。 我趁机开口,小李眼神一下子又警惕起来,我颤着声音,努力让自己冷静,我对他说,我现在饿得厉害,我想吃点东西,你可以点外卖,最后一餐,让我吃点好的上路行吗? 小李沉默了起来,我看到他没有第一时间拒绝,心里燃起了蜥蜴,右边口袋有我的手机,他并没有拿走。 所以如果他同意的话,那么再怎么着,他都得下山去拿外卖,而这段时间将会是我死里逃生的机会,我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很诚恳,很认命地赴死,你想要吃什么。 他盯着我说道,随便,什么都行,快餐都行。 我心里松口气,赶紧说道,你先告诉我,银行卡密码。 可以,全部密码都是六个六,我没有任何犹豫,这时候任何犹豫都会引发变化。 我不敢拿密码作为交易,因为没准我说出让对方先给我吃饭这一句话后,没准对方就直接一刀捅过来了,小李点点头,随后他说道,我去试试看能不能取出钱,如果能,我会给你带份快餐。 这句话对我来说,犹如天籁,我惊喜若狂,没想到如此顺利,但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真实,我又用虚弱的口吻,小小提出了个要求,能不能先给我随便包扎一下,我觉得血流太多,我已经头昏眼花了,我怕等你回来,我已经没命吃快餐了。 小李却直接拒绝,如果你没命吃快餐,这也是你的命,谁让你做错了事,你和贱人必须要死的。 说着,小李直接吹灭了桌上的油灯,转身离开,小李是拉开不远处的门走出去,从感觉上看,这外面应该还有一个房间,看到小李离开后,我大松口气,从小李离开时说的话, 他对我的杀意其实不减的,所以我还是必须要自救,但是我还是十分谨慎,没有第一时间开始挣扎,等了一会儿,外边没有任何动静后,我才试探性地开始挣扎,这一挣扎,我的手臂上的伤口就传来剧痛,可我根本来不及顾忌,只能呲牙咧嘴地努力挣扎,我因为此时不自救,那么待会等小李回来。 我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,我的手努力地往右边口袋上勾,想要将手机取出来报警,我身上的绳子和椅子是绑在一起,想要挣脱,几乎不可能,如果刚刚小李没有吹灭油灯,倒是可以想尽办法,用油灯上的火来烧,但是小李却吹灭了。 所以围巾之际,唯有报警,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,我终于取出了口袋的手机,但是想要再回去,就不可能了,我赶紧解锁手机,然后拨通报警电话,在报警时,我留了个心眼, 我不确定小李在打婚我后,有没有转移我,所以这里到底还是不是那间木屋,我不敢确定,所以我直接对警方说出了我的疑虑,建议警方用定位过来,通话的时间很短,但是我却紧张得不行,时时刻刻都担心小李会忽然冲门而入,满脸愤怒地对我说, 好啊,你敢报警,然后一刀咔嚓的我,但是好在小李似乎真的离开去取钱了,在报警结束后都没有冲进来,在报完警后,我手机塞不回口袋了,也不敢塞,只好将其坐在屁股上,之后就是苦等了, 我非常担心警方比小李晚来,而手臂的血流的实在是多,又痛又乏,情绪又紧张的情况下,我眼皮子不断打架,最后支撑不住就瞇了一会,直到我听到了门外边的动静,一下子就惊醒过来,我以为是小李来了,顿时面如死灰,结果房门被人踢开,几束光线照了过来,是警察, 我得救了,我大喜过望,紧接着便是脑袋又是一沉,眼睛直接黑了,午后继,我再次醒来之后,已经是在病房里,守在外边的警方得知我醒来后,便过来给我露起了口供,从警察口中得知,小李已经落网了,在他提着快餐回去的时候,就被警察给摁住,而案件也十分简单, 和小李对我说的差不多,我和小青私混,被小李得知,小李将小青杀了,我没什么错,虽然不道德,但不违法,如今手臂受伤,也得到了报应,感受着警察没有好感的目光,我心里也后悔的不行,打算以后再也不搞这种事情了。 至于小青被杀的那个凶宅,我也直接以超低价出售了。